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这个资讯网路的这些分析的相关技术 那在介绍这个课程之前 那我来跟大家说明 就是说在这个课程里面 基本上我们有三个模组的老师在这个开发 那第一个模组的话是从程大电机这边 我们会开发相关的这个模组 还有课程还有平台的建置 那另外我们邀请到这个公社系的 来提供给我们这个多改车技术 还有人工智慧 人音工程的相关的一些分析 还有第三个模组的话是来自中间大学 农村的黄老师 那他有提供给我们一些大数据的一些教材的开发 以及相关的这个平台建置的一些资源 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的话呢 我们主要有分成有五个单元 那我们第一个单元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医疗照顾的感测器的电路 还有这个系统 那在第二个单元里面的话呢 那今天我们就是有开发这个相穿戴式的这些模组 我们叫Tri-Anser 那希望能让大家从座中学 那你拿到这样的一个模组可以直接去检测你生理的讯号 从这里面去了解生理的讯号的各种物理医 那第三部分的话呢 因为我们是要导入到医疗里面 那导入到这个心理不整 所以在第三个单元我们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临床的医学知识 那第四个单元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我们从这个穿戴式的模组 从这个医疗这边 我们已经有做了几个产品的一个雏形 比如说应用在智慧医 应用在宠物医上面 那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就会一一介绍这个相关的这些产品 提供给这个大家课程上面做参考 那大家可以了解 穿戴式在生活上面的相关的应用 那最后一部分的话呢 总共这个单元有16个小单元 那我们就会详细的去介绍说 这里面穿戴式的系统里面所需要的晶片设计 所以这整个课程的名称的话 我们叫做一个穿戴式的心理 诊断的一个系统晶片 还有分析的这样一个系统晶片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IC设计的技巧的分享 让大家了解 怎么样能够完成这个晶片设计 把它导入到这个传台系统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有设计相关的这些 YouTube或者相关的官方的网站 如果各位在这方面学习有问题的话 随时跟我们联系 那以上就是我们课程的介绍 那我们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这个课程 那在课程学习当中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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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